那一架睡小 Jaguar F-Type 这是一台每一位玩家都能经由年赛奖励免费领取到的性能主金车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这台车强度究竟如何 值不值得培养呢 以目前零接25改的强度来说 用梦想流的跑法 分数都能够稳定在1800分以上 其强度与满接满改的R35老挑战者差不多 剩下的其他纸车都赢不了零接25改的F-Type 那金车的部分可以赢过一接25改的莲花 零接25改的RS7 NSS 以及帕纳梅拉 会输给零接的SL63 保时捷992 盖拉多 Roma 换句话说 除了法拉里Roma之外 F-Type零接25改的强度 在常驻池的金车里已经算是非常顶的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F-Type一阶ECU所带来的性能分提升 高达40分 这和运动组菲亚特的成长值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下一次领取年赛奖励 拿到一阶ECU的时候 F-Type将会迎来很大的性能提升 所以对于性能组缺车的伙伴来说 这台车必须培养 只要你当前车库 还有再使用像EVO10 WRS STI 野马GT ATSV 来当爬分主力的话 F-Type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选择 因为它是免费的 超驾方面有点类似法拉利拉法的手感 我的超驾心得是 起飘的时候 不要重踩手刹车 尽量用连点的方式 甩尾的过程 也要随时连续轻点手刹车 来控诉与维持飘移的动态 对于F-Type的超驾方式 还没有一个方向的伙伴 可以试试看以上的小技巧 这里附上来自TNG工坊 某某的作品编号 002289CC 伙伴们可以直接一键套用 这一组底盘可以 稀微减少自动回正的状况 还有另外一组抓地底比较强的作品编号 002289D8 这是由TNGTOKI所做的底盘 我个人两种都测试过 最后选择的是MOMO的底盘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滑着开的手感 那碍于篇幅哦 这里就只附上MOMO的底盘调教数据 悬调高度 前轮-40 后轮-30 悬调轻角 前轮-1 后轮-2 侧轮轮距 前轮-2 后轮-1 前轮宽度 前轮-5 -7 后轮-0 5 侧轮直径 前轮-115 后轮-115 搭配改装密码1323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实战吧 全部都是金车 让时间都变慢了 你们行行好 让条路 给这个025的过好吗 没关系 给我吃尾流也好 谢谢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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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赞啦 OK 不帮忙 诶 诶 诶 不要再夹我了 让我吸 让我吸 哦 他失误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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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被我杀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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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系统终于 有防我的一次了 受不了 诶 诶 69 让我吸 69 你不要那么自私 好不好 让我吸 随便 你也可以 诶 吸这个也可以 提速好像比较快哦 完了 那帕拉梅拉追上来的吗 没有 他跑最后一名了 哦 激烈对抗诶 这两位 有 水啦 诶 看一下哦 赛道图跑得比GTA要快是不是 完了 我忘记 诶 GOT 被弄成那个 红胎起步的那个 形状 难 很难解任务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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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还有一直没解到任务 超错 這邊因為他用撞的 不然感覺已經贏他了 撞得太快了 後面這兩個彎還是贏他了 那麼夥伴們 對於這台免費的性能主經車 Jaguar F-Type 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? 歡迎在評論區一起討論 離開前不要忘記點贊加關注哦 我是水大 感謝您的收看